又來找到施浩和我們聊天 施浩,今個星期再一次鬥TCR 上個星期已經完成了 今個星期下來和不同的對手自己拿下的感覺是怎樣 今個星期主要是因為我們世界 第二周會是用世界 對不起 因為今個星期的比賽我們是轉輪單 所以世界賽是用錦湖的 第一節首先要找到錦湖的特性在哪裏 因為錦湖的抓地力是比上個星期用的米茲連 S8的Compound比較牙很多 所以那個抓地力是差一點的 但是它比較平均 所以第一、二節本來都是願意熟悉更多這條輪胎 知道車的特性會在第二、三、四圈才有效效 第一節整個算是不錯的 其實我第一節的時間已經比上個星期快了 但是很遺憾的第二節 就是打算繼續去做設定 去做多些準備功夫 但是亦都因為很多紅旗 第二節基本上沒有了 所以就直接到今天的Qualify 對於Qualify的成績就不算很滿意 但我見你的圈速都跟到前列車手 我想你也是滿意的是嗎 其實坦白說 現在暫時這個時間 鎮湖做三秒半 其實都非常滿意的 我覺得已經突破了自己 在澳門最快的圈速 但是其實一路開的時間 其實都會知道原來我 開始再找到多些位置 自己一路得快 其實根據今天的狀態來說 其實我三十頭是沒問題的 但是很遺憾 在做了第一個圈 計時圈之後 再去連續做第二、第三圈的時候 就在山上遇到一些慢車 變成我在Sutter 1、Sutter 2加起來 快了有連續兩個圈都是 快了一秒半 但是亦都因為有慢車而變成沒有了 所以很可惜 後來也是因為這樣 最後我暫時用1.5的成績 就暫時在第十位 在Qualify 2之前 在8Video的時候都有溝通 覺得應該穩陣 因為我們頭12名可以入Q2 誰知在最後階段 紅旗 在完結階段的時候 就有兩個車手 過了 變成他們做了一個 比較快的成績 剛剛好 我就跌出了第十三位 變成不能入Q2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遺憾 我自己覺得 今站就是T-SAR World Tour的車隊 現代那邊 就來到很多外國的工程師來支援 你也有一個來自意大利的隊友 那麼多支援 其實有學習到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今年學習到的東西有很多 因為今年是第七十屆 也是因為開關 其實你見到我們車隊 有幾個外籍的技師 兩個工程師 其實他們都是在歐洲很有經驗 在歐洲是一個十分之 叫做前列位置的車隊 的支援 所以也都很感謝 也就是今年我們跟五代廠的聯繫 強烈了很多 其實甚至大家都有 在比賽之前有去 去商討一下策略 但是也都同時很榮幸 有一個意大利籍的很年輕的車手 很有天分很厲害的 他是T-SAR 意大利的冠軍 來到這邊其實很快就已經上手了 所以也都是第一次叫做 真的有一個 我跟他爭很少 暫時 一個很近的距離 相信在整個周末裏面 也都學習到很多 真正正確的世界賽 在歐洲的水平是怎樣 大家集穿 即是大家會去焦點 怎樣去拿成績 或者在哪些細節 我們以往是沒有留意到的 作為我們一個叫做新的車隊 去能夠有這個機會 也都叫做做一個不錯的成績 其實都很開心 今個星期面對著這一班 就真正是世界級的頂級TCR車手 你在這場比賽裏面 自己有沒有定一個目標 可以去到大概什麼名次的 我希望最後回來可以去到 因為我覺得我有信心 可以過少少位置的 但是也真心知道 如果大家有看賽車的 今年我們這次世界賽 前十名的 基本上都是冠軍級牛馬 有幾個世界冠軍在這裡 所以也都不會奢求 坦白說我們就是要知道 我們這些所謂土炮車手 和真正世界級車手 究竟他們的差別有多遠 這個是我一直都很想找到的答案 所以不會去奢求自己 要有什麼成績 最重要是順利完賽 不要有那麼多紅旗 也都是可以 我只要隨便跟到前面一架 跟著回來我都開心 好 這裡就 希望你接下來兩天比賽 順利和賣 明廁再有機會攀升 我想前十名 希望是前十名 夠的了 夠的了 很滿足的 這裡就祝你好運了 好 謝謝 多謝